你如果可以把工作的内容 从生活的内容区分开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高效率的一个办法 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可以商量着来的 你把你的想法跟公司提出来 那不行就不行 多说一下也没有什么损失 对不对 在家工作的话 你去找一个人 很可能那个人过了很久很久都不回 你就会让人很烦躁 哇塞了 我不知道你们听这个声音会觉得爽吗 我听这个声音我都觉得好爽 就是那种很爽的感觉 太舒服 哈喽大家好 我是Peter 欢迎回来 见过开心吗 从去年8月份的Delta 现在进入封城 一直到现在Omicron在社区内泛滥 虽然现在政府已经不管了 但是我们的公司还比较人性化了 允许我们可以不用去办公室 然后在家办公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只有在这两波疫情中间 大概在1月份的时候去过两趟办公室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就是其实一直是在家办公的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家如何可以比较高效率的工作 给大家分享一些小tips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直接往下看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你有一个专门的房间 就是用来工作的 现在我就是在我的工作的一个小房间里 我之前的vlog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房间是怎么样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情况下 我们不是说有条件哪一个房间 专门工作用的 在我之前住的地方 我的客厅和学习就是在一起的 我也没有办法把我的起居跟我的工作完全分得很开 可能你那个工作台还是要跟别的事情混用 但是我觉得在上班期间 你就是把工作台上所有跟上班五官的东西都收掉 保持在上班期间这个工作台 只会有你在办公室的时候才会有的那些东西 然后不要在这个工作台上 在工作期间去做别的事情 比如说刷刷抖音 水一下之乌 我觉得就是要把工作和你的生活做一个区分 因为你在家工作的话 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 你如果可以把工作的内容 同生活的内容区分开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高效率的一个办法 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要注意保持休息 在家工作很容易忽视的一个东西 就是休息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电脑前完成 没有像办公室一样 就可能时不时的出去跟同事会聊天 或者是订一个会议室去开会 你从你的办公桌走到会议室的时候 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休息的过程 然后你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也是一个休息的过程 这都是无形当中我们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 会给我们造成很多这样有意无意的休息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在忙碌当中得到一些放松 但是在家的话除了上厕所 你很难做到突然想起来要去干点什么休息一下 很容易造成你的脑子很疲劳 然后眼睛也很疲劳 整个人都很疲劳 所以我觉得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一些固定的时间段去休息一下 是非常有必要的 让你自己得到放松一下 像我的话 我会每天上午差不多10点半11点的时候 中午吃午饭的时候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 两点半三点的时候 我会再休息一下 去吃点东西啊 去阳台上面站一站看一看 磨刀不误砍裁风嘛 你的脑子 你的眼睛都得到了一些休息 然后你起来走一走 你的腰背啊 颈椎啊什么 都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休息之后 你之后的工作效率也会变得比较高 第三点是我觉得跟同事时刻保持联系 更新好你的工作进度是很重要的 像我的话 就是我们公司这点管理方面做的还不错 我们每天会有例会 大家一起更新工作进度 然后随时如果有什么比较急的项目的话 大家也会通过一个叫做slag软件联系 因为我们在家的话 其实也没有像办公室那么方便 可以随时跟组员沟通 跟领导沟通 那互相之间知道自己在干嘛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们自己 可以左右的一个事情 很多的时候就是取决于一个公司的管理 然后你的小组的领导的一个管理 但我知道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 大家都是那么方便的可以找到同事 在我之前的一些工作或者实习当中 有发现过那种在家工作的话 你去找一个人 很可能那个人过了很久很久都不回 你就会让人很烦躁 把死了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跟同事或者领导沟通一下吧 不然的话不仅影响你的效率 还会影响你工作的心情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可以在家工作的时候 随时找到我想要找的同事 然后得到回复 接下来要讲的一点就是不管你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上遇到任何的困难 你都可以尝试去跟你的领导 跟你的同事做沟通 新西兰本地的洋人公司对于员工的话 其实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关心的 很多公司他会想的在意你的身心健康 很在意你是不是可以从他这个公司学到点什么 给你个人有所提高 不是只是说让你机械的去完成一些工作这样子 举个例子吧 新西兰因为在今年4月份之前一直都是实行的强制疫苗政策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话 你是很多地方不能去的 包括我们的那栋办公大楼 包括我们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都是有规定 如果你没有打满两针疫苗 你没有那个疫苗的通行证的话 你是不可以进入那栋楼 不可以进入办公室的 那有一些同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他可能没有办法打疫苗 比如说他有一些基础病 或者说他本身就是对这个疫苗持一个不信任的态度的话 这些其实都是OK的 不是说你不接受这个疫苗 我就觉得你好奇怪 你为什么去打疫苗 因为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嘛 他可以选择不打疫苗 然后他不出门 公司也不会说你一定要打疫苗 不然我就会开除你 当然像一些行业那是例外 比如说像教育行业 那你没有办法你老是不打疫苗 你去给学生上课 你传播给他们那是一种危险 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去办公室上班的公司的话 他可以选择在家办公 那公司也会很支持你 然后你在家办公 你缺少什么东西的话 公司也都会给到你力所能及的帮助 像我们公司的话 就如果你家没有一个大的显示器 你觉得只是拿一个笔记本电脑工作 不是很方便的话 你可以从公司拿一个显示器回家 包括鼠标键盘 各种的零零碎碎的设备 比如说电脑支架什么的 公司都可以给你提供 包括像我没有想到这个奥米空的爆发 在这之前 我是有计划想要回国一趟的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回国很麻烦 就是各种隔离什么 年假就是光用来隔离就不够了 那我们公司也非常的人心 因为现在反正就是大家都在家工作 所以我们公司也说 你想回中国的话也可以 你可以从中国上班 只要按照新西兰时间上班 对我来说早上5点钟开始上班 也还好就不会有特别觉得困难 但是很遗憾 因为奥米克人的爆发 美国之行暂时被耽搁了 但是我现在还是想着说 看下半年如果疫情和缓一点 会不会有机会说可以回趟国 当然你可能会想说 那公司你说了它也不一定会帮到你 也不是所有的公司像我的公司那么好 那我想说就是你不说你不知道 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可以商量着来 你把你的想法跟公司提出来 那不行就不行 你多说一下也没有什么损失 对不对 那最好的情况 当然就是公司可以在各个方面帮助到你 而且我觉得 其实大部分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他也是希望公司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帮助到员工 员工也更好的 帮公司工作 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困难的话 让公司知道 我也相信大部分的公司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给到你 他可以给的帮助 下一个我想说的是在家工作 尽量去使用在能力范围内比较好的办公设施 然后让你的工作体验感比较好 更容易进入一个这么工作状态 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可能一些设备 不会有公司提供那么好 比如说像显示屏或者是那些鼠标键盘的配备 我们自己可能平时也不会在家用太好的 但是我想说以后在家工作可能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所以我自己的话 我会尽量把我的办公设备用我所能接受的比较好的这些东西 也能帮助我更好的工作 跟大家分享一些对我的工作有帮助的小东西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靠垫 这是我从淘宝上买的 说是什么人体工学什么 你们去淘宝上搜一定会有很多这种的 然后你们自己去看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它真的是有让我的腰背舒服一点 因为像我做IT的 我每天就坐在那对着电脑 我真的很久坐 我之前也会有一些腰真的会酸会痛的状况 然后我用了这个之后是真的有改善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 但是我其实是会推荐这个东西给大家的 然后就是这个椅子 这个椅子是我最近新买的 就会坐着比较舒服 因为我之前那个椅子也没有把手 它也是我在开始居家办公之后 差不多一个多月买的吧 然后就是我这个显示屏 这个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买了 当然是在女王生日的时候打折买的 也很划算 不到500块钱纽币是一个4K的显示屏三星的 这个显示屏大大的提高了我的 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的幸福感吧 我觉得所有人都值得拥有这么一个显示屏 对着一个13寸或者是16寸的电脑屏幕 真的要舒服太多太多太多了 然后就是想给大家看 就是我的这个一个checkpad 因为我用Mac 我很习惯于用它的自己的触控板 比用鼠标真的会舒服很多 各种手势操作 你用鼠标是你的整个手在动 它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是你的手指在动 而不是整个手在动 一种很微妙的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我会觉得用这个更爽 还有就是这个键盘Key Chrome 我国内叫京东京造 这是一个机械键盘 机械键盘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个用完了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到普通键盘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你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听这个声音会觉得爽吗 我听这个声音我都觉得好爽 就是那种很爽的感觉 不过很贵 在国内买的话 淘宝上我买的是300多块 人民币不到4块吧 然后下一个就是 我会推荐你去找一找 有没有那种什么办公的一些小软件 就是可以帮助你提高效率的一些 我特别特别想推荐的一个东西 叫做Cello 这个软件就是可以让你归类 你工作上各种各样的小任务 做的时候放到一个列表当中 做完了之后再拉到另外一个列表当中 这样你每天可以做的事情就很清晰 这个小软件的话 其实我们家在买菜的时候也在用 就是每周要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我会在其中一个列表上去给他写说 我们这周要买什么东西 买完之后就给他拉到另外一个列表上 这样就不会说到超市去漏掉买什么东西 以前都是会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或者说拿一个纸笔这样写一下 但我觉得这个软件其实在这个方面也很方便 其他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可以有效的提高 你工作效率的东西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希望我们都可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让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在家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上班跟下班的界限 它不像办公室就是你离开办公室了 你就是下班了 然后你到办公室你就开始工作 你在那个楼里面就是一个你的工作的状态 在家的话因为整个环境都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 我不要再去下班的时候搞那些上班的东西 我尽量也不要在上班的时候去比如说晒个衣服 那下班之后我也尽量在非必要的时候不要去管那些工作东西 我今天到时间了我就下班 做完的事情我留给明天去做 我就会下班的时候会把那些工作软件全都设置成经营状态 不要去看那些群里的消息了 如果真的有紧急事件的话 我的同事也会可以打电话发短信 都可以联系到我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在家工作提高效率的一些小贴士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呢 然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你在家工作或者在办公室工作 你都可以用来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让你可以高效工作的一些小技巧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们多多益善哦 那今天的主题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在这个视频的节目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家也看到这个视频就是一半一半的 有一半是我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录好的 有一半就是最近刚录的 这阵子真的是很忙 也没有机会录视频啊 剪视频啊 去上传这些东西 想跟大家说真抱歉 有一些朋友就是在留言啊 或者说私信给我催一根 真的很感谢有一些朋友就是在等我更新视频 我的支持者我非常非常感谢 我之后尽量在我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多多更新一下视频 但是我也不能保证 因为现在确实大家知道做IT有的时候忙起来真的是很忙 我也不能保证说像之前那样就是每周都会更新 但是我会尽量努力就是多做一些视频分享我在新西兰的生活给大家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评论关注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